关于耶稣的复活的问题 约翰非常自见了当 对开门建商对我们这些有读圣经的人 直接说耶稣复活的时间是在七日的第一日 三天 因为什么要记载这个七日的第一日呢 你从圣经里面从马太福音 路加福音 马可福音 约翰福音 全部都写一样 虽然各自不同的作者可是却讲明了 同不约而同讲同一个志气 没有含如 因为神知道人对耶稣的复活都是差异的 你和我没有经历看到耶稣复活 但是圣经有明明记载的七日的第一日 就是耶稣复活 也就是我们一贯做礼拜的日子 耶稣告诉我们时间是为了解决我们人心的疑问 我们已经生活在耶稣复活的日子已经超过两千年了 耶稣不是今天才复活 如果你以为那今天复活 耶稣今天才复活 那你错了 耶稣在两千年前复活 你过的每一天每一天的日子里面 从年年零零零年到二零一五年两千十五年 都过着耶稣复活的日子 阿们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什么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都不用害怕了 哈利路呀 为什么呢 如果连死都能解决的问题 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哈利路呀 如果耶稣为我们解决死的问题 在我们生命当中 生命的理督当中 没有什么东西比死亡更可怕的 死亡已经在耶稣复活的过程当中 成为人类的日子了 哈利路呀 开手给圣地 因此今天兄弟妹 你活着每一天 不再是你活着 乃是基督活在你里面 你要让这个复活的大能 在你身上彰显出来 你就问我一个问题 牧师啊 怎么让耶稣的复活的大能 从我身上彰显出来呢 这个很重要 怎么把你分别出来 你这个信的和不信的人 分别出来 因为人从你身上看到 在我们儿子的 在我们儿子的 战 我们儿子的 你 我们来